我已经是超过一年没回过香港 现在小K的成长速度是非常之快 我觉得好像grandparents 他们都错失了很多这个孙女成长的一些生活点滴 Where is 婆婆? 婆婆 a bit Hello今天 8月份是新加坡的香港人 正所谓每逢街节陪私针 最近看到身边一些朋友去都update 譬如透过VTL Vascinated Traveling 就是回去馬來西亞探餐 或者是去英國旅行 其實都很替他們開心 但正正因為這件事 是令我更加掛念香港 其實真的完全沒有想過 香港距離新加坡是這麼遠 由於香港和新加坡 處理COVID的approach不同 所以我都沒有奢望 香港可以成為VTL的地區之一 但我最近真的受到很少的打擊 本身由新加坡 飛到香港就是要14天 在酒店隔離 都算了 之前我已經預約了這些隔離酒店 和機票 我打算新年的時候 可以回去和家人相聚 和見其他朋友 但是 因為有變種病毒Omicron的出現 而令到香港的隔離 是由14天變成21天 其實令我很傷心 要和一個小朋友 在酒店房裡相處三個星期 是何等的挑戰 所以最後我逼不得已 要禁止這個旅行 始終小朋友還沒有打針 在安全情況下 就留在新加坡那裡過新年 由於我實在太想念香港了 所以在這個影片中 我就是叫我親愛的妹妹 帶我去回顧 去感受一下 在香港一天的生活 我之前和妹妹Katrina 其實有一條合作片的 如果大家還未看的話 就立即按回看 如果你也有些同感感 歡迎可以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 HELLO 小妹子早安 早安 因為我真的太想念香港 然後知道你今天 會帶我去回味一下 香港的生活 所以首先開始 就是早餐 因為我媽媽準備的早餐 是非一般的早餐 你今天吃甚麼 今天呢 首先 這是我自己沖了蜜糖水 就是每天早上都會喝的 然後呢 媽媽每天早上都會煮一隻雞蛋給我 然後還煮了一些菜 菜有菜心和秋葵 而且份量是預算得很好 她知道我的食量不是太多 她每天都會預算少少 有菜 然後呢 包都有兩款 第一款就是媽媽做的紫薯包 那就是沒有餡的 裡面就加了些果皮 所以呢 吃起來是很好吃的 然後呢 還有這個呢 是一個 蜜糖海麵蛋糕 類似就是 很crazy 啊 為什麼媽媽的 焗蛋糕焗麵包的技術 又進步了這麼多 然後呢 湯就每天都是必備的 今天這個湯是一個 土福寧的湯 去濕的媽媽媽說 已經完了是不是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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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果呢 也有四款 水果有 蕃石榴 有這個 蓮霧 還是霧蓮 我忘記了名字 然後有 車梨子 還有這個青蹄子 我媽媽呢 真的中壞了 怎麼會 要準備這麼多東西給自己的小朋友 還有 還有 今天有一個特別的 就是椰青 你放浮誇一點 你早餐喝椰青 她太誇張了 媽媽不知道我們今天要拍攝 她說 你今天拍攝 平時多的時候你不拍 然後我說 差不多了 她說不是 今天都沒有肉 平時有雞翼 看到我媽媽為了一個早餐 準備很多 其實基本上是等於一個Bruns 甚至乎是一個Lunch 那你想不想知道我今天早餐吃什麼 我很想知道 剛剛也想問你 就是Cereal 加牛奶 完 沒有水果 沒有 因為很難去做 所以經常都說 有媽的孩子 醬過步 那你就繼續Enjoy你的早餐 你出門口才叫我 好 好吧 我不想見到 拜拜 拜拜 是不是真的一個浮誇的早餐 你叫我怎樣 不會掛著媽媽準備的這一切 很熟悉的地鐵廣播 車來了 我現在還是覺得 新加坡的MRT 車的班次 或者速度 都是不夠香港的快 可能真的習慣了 這些閃閃的地鐵地圖 但新加坡的MRT 就會在感覺的空間是大些 我不知道是少人 還是車廂設計 都是大些 我現在就在上班的途中 上班 上班或者午餐時間的時間 是超多人 香港的街道真的窄很多 不知道回到去會不會很不習慣 之前不是是我工作的地方 現在已經是整棟都沒有了 應該是拆卸重建 香港來說 今天是比較冷的日子 而且今天還要下雨 所以是凍上加凍 很熟悉的餐牌 茶餐廳就是這些 我記得小時候 你是很喜歡吃魚香茄子飯 所以我決定今天 買個魚香茄子飯來吃一下 不知道多不多人呢 麻煩要魚香茄子飯拿走 麻煩 麻煩 你現在回到公司了 對 剛剛坐下 正在錄熱檸檬水 你平時是不是都會喝熱檸檬水 你現在還沒有喝熱的 你 沒有 我喝冷的 真的很熱 因為以前的你是極養生的 變了 嘩 這麼多汁 都寫光了 我很想在香港茶餐廳 因為它有很多小菜 再加上飯 再加上飲料 的套餐 譬如魚香茄子 然後又有麻婆豆腐 有火腩飯 還有這些在家裡是不會煮的 你在新加坡有沒有吃魚香茄子 去一些中式酒樓可能有 但就不是日常 這麼容易吃到的東西 難怪你這麼掛念 很掛念 現在可以流汗水 在這裡引誘我 我來到這裡之後 我就是很喜歡吃香港的 很喜歡吃中式的 但如果我在香港的時候 我就覺得 當然是吃西餐 吃日本的 韓國的 以前就覺得很老餅 才會經常去喝茶 吃點心 對 原來不是 當你掛念一個地方 就會很掛念一個食物 我想過 如果我回到香港 我會餐餐去吃茶餐廳 我會想在我離開香港 再回來新加坡之前 吃茶餐廳 我會去到一個這麼瘋狂的程度 麻煩你一份燒賣 兩隻粉果 多一份魚蛋 放在一起 放在一起 放在一起就可以了 這個是辣的 好 謝謝 街頭小吃 就是這個 魚蛋 燒賣 還有粉果 天啊 我非常掛念 我想說 除了媽媽的早餐 茶餐廳之外 我覺得 香港的街邊小吃 是我其中一個 超級掛念 即是在香港 很自然地 你經過 有少少肚餓 就可以買來吃 是啊 我打算 如果真的回香港 我真的會 吃魚肉燒賣 這些 魚肉燒賣 都是奇珍異品 不是都可以買 不是都這麼正宗 在香港 你7分也有 但我們這裡 連7分這間店 都很少有 我看你之前 你也有做到魚肉燒賣 我自己做 很厲害 是啊 但很廢工夫 所以 最好也不要再做下次 難怪你這麼懷念 就是香港的魚蛋燒賣 但我看到街頭小吃的選擇 真的太吸引了 這就是部分 例如有很出名的 煎養三寶 一些炸大腸 臭豆腐 真的很多的東西 如果回香港 一定是增榜之旅 好吧 我待會晚一點 帶你去看看 香港的夜景 好啊 I love you 好厲害 我也很掛念香港的夜景 我想新加坡應該沒有塞車這個問題 今天是下雨兼打風 你看過海的對面線 那條車龍排得多長 剛才不是說想帶你去看夜景 但我想今天就 真的未必可以看到 因為霧很大 雨很大 雨很大 其實已經有很多主要大廈的外場 都已經轉成聖誕燈飾了 這裏就是 銅鑼灣地風堂 銅鑼灣我真的經常出沒 無論是去逛街買東西 看電影吃飯 銅鑼灣實在有太多的選擇 看到對面尖沙咀的夜景 對面尖沙咀的夜景 對面尖沙咀的夜景 現在停了雨 可能就會看得清楚一點 就是這樣 我相信你今天 很想回眠的夜景 應該都會回眠得七七八八 希望你去新加坡 也有一個開心愉快的聖誕 還有Happy New Year 好 謝謝小妹子 你已經連到我實現了一個願望 快點吃飯 拜拜 各位觀眾再見 拜拜 一天在香港生活的體驗就差不多了 希望很快很快 我就可以帶著女兒 在香港和大家見面 如果大家都喜歡這條影片 就按個讚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開通知鍵 到時我有新影片 你就一定不會錯過了 下影片再見 拜拜